不用发面也不用擀皮 用手撑一撑就能做出像纸一样薄的冬河肉饼 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好吃省肉 皮薄如纸还特别的柔软 把不翻车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300克的普通面粉中加入两克盐增加筋性 再加190克的冷水和面 先用筷子给它搅拌到没有干面粉 简单揉两下 然后揉到一面垫上 用搓衣服的手法给它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 搓成长条分割成等份的面剂子 我这里一共分了12个40克一个的面团 放在掌心里团一团 全部团成馒头的形状 盘子里抹油放上面团 再喷上一层油 给它密封饧面两个小时 用油养的面延展性非常好 煎锅提前预热 喷油 取一个饧好的面团 按成饺子皮大小 放上肉馅 再盖上一张皮 边缘封口捏紧实 把肉馅往周围捏一捏 然后往长了沉 往圆了沉 往四面八方沉 把饼的边缘也沉一沉 这样薄厚均匀 才能熟到一块 锅温稍稍高一点 再放入薄饼 这个饼呢熟得非常快 两面变色 微微有点虎斑 就说明熟了 又柔软又筋道 皮比纸还薄 满满的肉香 赶紧做来试试吧